新鮮和牛 香氣四溢 這不是在餐廳 而是在超市裡 首創和牛專賣店 推出代客料理 讓消費者現買現間 搶攻高端族群市場 那麼在今年為止 總共擴展的全台有22間左右 那我們希望說本身接受消費族群 大概有三種 包含了白領階級的上班族群 或者是屬於高端消費的家庭 以及常常出國往返的一些顧客群 那他們有可能在對於很多食材上面 會有特別的挑選 所以我們基本上定位上面 不是只有高單價 或者是說更多進口商品 我們講求是在從選品進貨的時候 我們就做到所謂的 為客戶做所謂客製化這樣的服務 座落據點 多以百貨商場為主 打著高端精緻口號來搶市 零售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 統一集團在今年7月 就宣布以290億吃下 臺灣加勒福 預計2023年年中完成交割 競爭對手全聯 去年底以115億元並購大潤發 2022年營收將挑戰1900億元的新高目標 專家分析 全聯與統一都想佈局超商 超市 量販及線上電商的全通路 爭取更高的營收成長 如果以國內零售的金額來看的話 目前單一公司最大是統一超商 第二大其實就是全聯的超市 所以目前為止來說 他們兩個集團毫無疑問是 國內真正的零售業之王 就是他們兩家 目前為止當然雙方都是在進行一個併購 包括說像加勒福的併購 或是大陸發的收購等等 雙方都在持續擴充自己本身的營運的內容 那不可否認未來 這個國內的這個包括說超市跟超商 兩個可能界線會越來越模糊 也就是說超市正在超商化 超商也在超市化 兩個一個狀況 那不可避免的這個統一超跟全聯 就會出現一個正面對決的這個狀況 全台目前一共有兩大綿密的零售網絡 第一個就是以統一超商為核心 規模最大的零售生態圈 除了收購臺灣加勒福全部股權 取得超過三百四十間量販及超市通路外 也和三商加購合作 合計營業規模高達三千五百七十七億元 另一個零售生態圈 則是超市龍頭全聯 在2021年收購大潤發後 與全家結盟整合全支付系統 營業規模達兩千六百九十四億元 力拼成為零售霸主 基本上我們會把這個全聯的商品 跟大潤發的商品做個盤點 那基本上都希望說在大潤發 都可以買到全聯的這個品項 那因為大潤發的空間比較大 那它可能在某些品類裡面 可以做更深度的一個延伸 那透過這個共同採購的方式的話 也可以讓我們的成本再降低 然後回饋給我們的消費者 那未來的話也許也不排除 有這個更多的展店計畫 那包括全聯本身或者大潤發本身的話 也都希望在這個空埋的市場 有更多的這個閃電的一個機會 超市龍頭推出近四百坪的智慧超市 導入自助結帳金 讓結帳更快速方便 整個流程不到三十秒就能完成 將店面科技化 早就是實體零售商不約而同的共識 易後零售通路積極科技轉型 超市走向智能化 像是導入電子標籤 只要掃一下就能更改價錢跟品項 專家分析 接下來OMO虛實融合的全通路布局 即建立自由品牌 投入經營電子支付與數位會員 都成為零售集團的關鍵戰場 主要易後的挑戰這一塊的話 一個是他們現在目前都在整合 整個線上跟線下 那麼在線上跟線下的整合的部分 最主要是要搭上一個熱潮 這個熱潮就是說 可能在疫情的時候 大家會用電商的部分 來去取代實體的這個零售 然後他們現在慢慢再發展出 一個另外的一個模式 就是把這個實體電開始電商化 所以說實體電商化了之後的話 就可以讓他的單電的這個業績 能夠算在他自己的身上 台灣零售業進入劇烈地殼變動期 兩大零售巨頭努力開疆僻土 雙搶對立的局面 未來恐怕更加激烈 TVBS新聞 何佳陽 劉彥宣 台北採訪報導 請支持專門報導國際新聞的 全新YouTube頻道 TVBS國際Plus 霍大視野掌握趨勢 邀請您訂閱 並且開啟通知小鈴鐺